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你们大家好,感谢收乱三老大师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巴厘岛Major 那么小组赛加赛AR对战Bleed双方BO3的第三场决胜局 那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阵容 阵容方面FI拿到了炸弹人 查理斯拿到了潮汐 天命的一个5号位兵夫骑士 LO的1号位小鱼加中单电影决手 而Bleed则是拿出了中单的火猫 3号位马尔斯,1号位水人 4,5号位是小路加上狮王这个阵容 那么来看一看这场比赛 来赶紧快速的过一下阵容的强度 来看一下小鱼,潮汐电影决手兵夫骑士战的人 节奏很快的一个阵容 只有潮汐的大招需要比较久的CD 而对方这个阵容也是一个能够快节奏去接团的阵容 从水人变身来讲的话 这场比赛他可能变电影决手会比较合适一些 但是电影决手在游戏的前中期绝大多数时间里面 不作为一个物理输出点 主要是技能 所以电影决手对于对方的A仗偷属性 并不会特别的惧怕 相反他是A仗变小鱼的话 在整个团战当中的作用可能会更大一些 而且水人他没有老奶奶的天赋 没有老奶奶的天赋的话呢 他是没办法用老奶奶的这个模型去打物理输出的 应该主要还是以变小鱼人为主 变潮汐的话收益太低了 即便有A仗收益也太低了 没有什么意义 变蝙蝠骑士的话 用不了大招也是没有什么用 那最多也就是开个火 所以应该主要变的对象还是以小鱼为主 那么对方的中单火猫 这个是一个现在非常常规的英雄 从AR的控制来说的话 有蝙蝠骑士的大招 有潮汐的大招 有老奶奶的卫柄 有小鱼的跳 这些技能都可以作为去限制火猫机动性的存在 所以对于火猫来说 倒不会说轻易变成一个火猫爽局 对方的一个控制还是不算少的 那三号位马尔斯和潮汐来说 现在这个版本 这两个英雄都是以主要为控制 主要的一个路线 潮汐的话应该还是先做允星锤 然后从大哥位的对线来讲 小鱼对的是马尔斯 潮汐对的是水仁 这个对线的话应该是水仁会更舒服一点 这边直接一个炸炸回来 水仁一击加的是转属 那么这个水仁应该是要交易血了 还差一轮合击 这个平A上去没死 小鱼人的状态有点残 往回跑一下 这里狮王再吸一口 小鹿找到机会了吗 最后小鹿拿到了这个人头 可以 小鹿拿到一些以后 还败之力应该也要死 老奶奶给上一枪 这样小鱼会败 两个英雄都被对方直接带走 拿到的人头的是对手的双酿油 这样双酿油会直接拿到不少的钱 这个血可能会出的比较早 开局交了一二血 对方中单并没有拿到太多钱 还好 这个还好 中路的对线 天鹅手打火猫的话 这应该是个优势对线 从之前两场比赛的 这个对线基本功来看的话 Mayby的对线基本功 是要比对手的中单更强一些的 达里斯这边过来下回家对手 而天命和小鱼各控一个神符 那么开局虽然给了对方一二血 但是控到 各自控两个神符的话 在神符方面不吃亏 团队经济上面整体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对方现在的经济优势也主要都是在这个酱油味身上 中单火猫现在是920多 那么老奶奶是800多 还可以 还可以 如果我们加赛 对 中单天鹅手跟火猫的对线 这个我们最近其实是看过不少场了 基本都是老奶奶的一个优势 因为毕竟远程打近战 而且是老奶奶这种级别的强势远程 打火猫这种近战 这个中路对线拿到一点点的优势 还是问题不大的 上路炸的人打对方的狮王的话 会比较惨烈 两边的这个补给品消耗的会比较惨烈一些 但是呢 由于现在芒果限量 芒果限量 所以对于狮王来说 不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占到便宜了 FY这波还是勾离的兵过来啊 那么潮汐赶紧给上一个巨浪掩护一下 转身又是一个年轻大弹给上去 接着毒部又是一顿A 毒部这里也选择直接吃掉魔伴再吸一口 现在的狮王在前期面对潮汐和这个炸弹人的话呢 依靠魔伴的一个回蓝加回血 然后再加上吸力量 所带来的一个恢复能力 前期在他的芒果吃完之前 还是不需潮汐下炸的人的 但是随着游戏时间的一个推移 他打起来会来越吃力一点 因为毕竟吸这个技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 随着等级的提升 他没有什么太多实质性的提升 水人本身打潮汐的话 在补刀方面倒是也不吃亏 那这里FY勾了一波野怪过来 不过这个野怪好像囤的 这个野怪囤的还行吧 因为待会潮汐是可以过来去清的 而狮王待会可能需要去插补杯才行 所以再给上个年薪炸弹 再追着独步 接着A这里再A一下 独步的状态就被打残了 吃掉芒果 然后回头吸一口 现在独步的补给品被消耗的七七八八了 不过独步这一波的消耗呢 也并怀疑消耗啊 他利用自己的这个补给品成功的 帮水人拿到了一个绝对的补刀优势 现在水人是高达14-6的正反补 那么刚才那一波炸弹人 直接是利用自己囤好的两波大野 把这个兵线给消耗掉了不少 看一下对方能来得及去抢这个兵线吗 狮王这里插墓碑起来 两个兵已经是被中立的生物打掉了 这一个 这个是被水人找到机会的补到 那么这里还补一个远程兵 然后呢 再利用狮王的墓碑小僵尸 过来去清一清这两波野怪 FI在旁边蹭一蹭惊艳 水人这个我们过来吓唬一下 FI的炸弹人 这波野怪全部被对手给抢掉了 那么上路对方的水人是一个无解肥 中路老奶奶15-3 火猫是12-4 那暂时两边在中路算是打了一个误开的局面 下路的小鱼人现在14-2 马尔尔斯14-2 两边在下路的这个对线 可以说是小鱼人比较赚 因为一小鱼人打马尔斯 其实挺难打的 小鱼人他没法对马尔斯形成任何有效的威胁 然后马尔斯前期的耗血能力又并不差 属性又完爆这个小鱼人的一个成长 所以小鱼人打马尔斯在前期其实并不好打 没有办法去形成击杀 你这边偷点属性想去杀的时候 对面一个长包给你扔走了 你跳过来拉住我 我一个长包把你多走 多走了以后 我踩的时候往回撤一下 所以小鱼人没有什么威胁能力 往回炸一下 往回炸一下 然后转身 这里一个端一标 楼直接半血没了 瞬间半管血没了 潮汐这段时间的捕刀追上来了很多 刚才那一波消耗掉了一整波兵线 给潮汐带来的收益还是比较直观的 让潮汐这段时间把自己的捕刀跟上来了很多 开局现在对手在中路是一个小猎 基本上算是一个小猎 然后呢两个边路目前来看都是有一定的优势 再加上前期的一二血 直接让Bleed战队拿到了一千加的一个团队经济领先优势 公路现在的经济情况来看的话 两个人差不多的 那么 边路被对手领先的比较多 AR这样比赛看看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吧 因为前期对线的劣势如果拉不回来的话 节奏点肯定会比对方要慢一点 这边给上一枪 火爆再给一个无印拳 然后再疯狂的消耗 还可以 你别说对方的这个中单这场比赛打得不错 M是骑士这边兜到中路过来 马上五分钟 兜过来以后呢 吓唬一下这个黄猫 我们到这里再继续无印拳来补刀 找大家消耗 把兵线勾回去 老奶奶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走位 现在没什么兵了 被黄猫要是直接给到一个TC恐怖的话 挺麻烦 赏金服务在那边控一个 看看上路查理斯 好在是个潮汐啊 潮汐这个英雄对方 讲借助FY不在的时候去强杀 还是有一定难度 这里减速给上 天命接转回跑 对方的下一个大镖CD们应该马上好 这边救不下来了 救不下来了 炸的人跑到中路过来帮个忙 火猫崩一魂回去 FY这边杀不了 对方崩一个魂回来 有这一波火猫修起来了呀 利用这个飞魂过来撞的伤害呢 再飞回去 直接完成了对FY的一个击杀 这样开局 4比0 不厉害战队这样比赛 开局的现优势打出来了 小鱼灵的精进目前是 到 近6个大哥位里面的倒数秘匹 现在开局的这个局势 目前来说的话不太乐观 不过AR战队其实在前期的这个劣势 6分钟1000多的劣势 中单经济发育正常 比较崩的只有小于人的话 这个局势其实是能打的 对于AR来说其实是能打的 10分钟落后3000也是可以打的 因为AR这个阵容 他的潮汐和电影角手这两个英雄 过了对战期都有大招的时候 Bleed在游戏前期是绝对扛不住 这两个人的爆发的 6分50多秒 看看潮汐准备要过来去拉一拨远古 看到了对手的失望 失望这会儿只把墓碑给插起来了 插起来墓碑以后抢符 抢符能抢到吗 还是让毒部给抢到了 那么卫柄砸晕 这波虽然可以击杀掉对手啊 但是这个智慧神符还是有点难受啊 对方的双降游拿到智慧神符 意味着对方的双降游可以非常早的就到6级 现在小鱼人只有4级 对方的双降游应该已经都到死了 小鹿甚至已经到了4级 只要一个长毛钉回去 你看这马尔斯打小鱼就是这样 你跳过来把我拉住 我就直接一个长毛把你给扔回去 小鱼人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的 现在对方的小鹿等级已经是超过了这个小鱼 两个智慧神符提升太大了 这场比赛查理斯要早一点出来 就是他到6级以后 必须马上去跟自己的电影角手去找一波视角 哪怕杀一个酱油也要杀 不能让对手这么肆无忌惮的一直进攻 这要出问题的 要出大问题的 曹西现在的等级是马上到6 身上的装备先做隐心锤 不过一般做隐心锤的曹西真的是太懂 看来这里有火猫 多过来 这个野怪 这个野怪 天命这边肯定是没了 临此之间炸一下多消耗一下 FY赶到正面战场 一个磁爆炸于对方的小鹿 给上年轻炸弹 这波对方的小鹿选择了直接一个 哎呦 这一个跳 被对手的马尔斯给了一个装打断了 天命被击杀掉 小鱼被对方的火猫再给一股硬权 再崩一个魂过来直接创死 这个开局有点崩了 八分多钟被对手的火猫 第一波节奏给打爆了 而且这种节奏老奶奶支援过来是没用的 老奶奶不像蓝猫那种英雄 蓝猫帕克火猫这种英雄 你支援过来以后有空 然后能切后排 老奶奶是个远程输出 他是个远程输出 他是要靠自己队友过来的 这个高台的墓碑 插出来的效果一般般 天命给对方一波技能 老奶奶喂饼 砸晕 点掉这个小僵尸 然后这把刀自爆上来 可以带走对方独步的一个尸王 能不能回去把那墓碑打掉 那墓碑还是有点值钱的 装备老奶奶 火猫这场比赛没生谁 他是满级的无印拳 加三级的火盾 现在敌人角手的经济 还是和对手能够咬得非常的紧 小一人这场比赛被针对的比较惨 到现在位置对方也没有放弃 对小一人的压制 潮汐六级 暂时还没有要动的意思 咬了一个隐星锤 但是咬的这个时机 其实一般般 并没有砸到兵线 只是砸到了防御塔而已 FI的配头太严重了 刚才FI这个自爆不是配头 他这个自爆不交的话 你是杀不掉的 这不是配头啊 小一人这个英雄 前期崩一点问题不大 好多人挺悲观的 不用悲观 小一人这个英雄 他前期稍微崩一点 只要你的其他的点都打起来 给到小一人一点空间 这个英雄刷起来并不慢 他主家的C的话 一般小一都是主家C嘛 主家黑眼契约这个技能 而且第一件装备 准备做的又是点金手 只不过就是 他会有一段时间 没法参团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其实不太 主要不太顺的是 潮汐这条线 卡里斯这条线 现在打崩得太严重了 天兵的冰夫骑士 这里炸一下长毛 盯中 盯到了 小一人上来开始刮 小一人现在手里面 是有大招的 所以他不是很怕 FI这个自爆 有没有机会小一跳拉住 然后上来自爆 炸晕 小一人接着给输出 马尔斯手里面 现在没有大招 长毛的CD已经断好了 这边给一个年轻炸弹 给盗 然后呢 开一个视野 这里炸死 可以 带走对方 三大兵的一个节奏 这里卫柄 砸晕 然后再给上一枪 消耗一下 红毛 承担 地银角手 目前的经济仍然是 保持在全场第二的位置 不过 水人这边刷起来了 11分钟落后3000 现在潮汐 就看潮汐和水人的 第一波什么时候来吧 拆掉了上路一塔 狮王都过来 承西的位置 为什么在这种位置 狮王插一个墓碑出来 火猫 看一下这个火猫 TC捆一下 但是这个捆并不打断 并不打断残控能啊 这个设定有点呆 这个这边潮汐大招放出来 摇一个允星锤 砸中 然后再给上一个口水 一个毛鸡 炸弹人提前在树林里面 埋伏自爆 炸晕 年轻炸弹给上去 再加原地扔一个雷 还炸了一个脚械出来 这波配合 这波技能FY放的完美 但是无奈的是 自己的队友人 比对方要少一点点 小一人过来 跳拉拉住对方的尸王 尸王这波被小玉 直接刮死 老奶奶开大 留住小鹿 小鹿这里 被老奶奶的火炮 直接轰掉 哎可以 这波炸弹人完成了一波 一放二FY 这波这个炸弹人 用的太亮了 他的那个活性电机 那活性电机 那个技能释放的时机 太完美了 如果不是那么完美的 一个活性电机的话 火猫不会被打跑 火猫肯定会原地去 留下来A掉那个雷 A掉那个雷的话呢 他不用跑 他就可以继续在正面去打 那这样的话 小一人也没有机会 过来反切入这一波 现在水是7600 老奶奶的6000 小鱼的经济现在是4900 已经开始在网上追了 那AR目前潮汐的大招 进入到CD以后 AR可以选择稍微 稍微刷一刷 我天命这一波 看一下会干扰到刷影吗 没有 还行 还是干扰到 这块这个自己 插了一个 插了一个风夜眼 那查理斯这个位置 有雨星锤 这个雨星锤砸下来 自己还是已经被带走了 不过火猫被秒了 火猫被秒得非常漂亮 秒到火猫以后 现在正面这场 对方的水是战斗力 还有一点强 老奶奶直接打掉墓碑 打掉墓碑后 然后马尔斯这一个长光 没盯到墙上 一个雷炸出来 老奶奶转身 这块有一个平撤 这里阿波斯定一手对方 然后连性炸弹给上去 这边还在拖 还在不停的拖 小鱼不来的话 这个正面其实是打不过的 不要再打了 这个时候没有大招了 小鱼不来的话 你正面少人的 应该是不想让对方把矿挖了 但是不想让对方挖矿的话 小鱼没拦 小鱼来了也没用 没拦 小鱼人没有拦 这波 他踢过来也没有用 踢过来白给 我说鱼丸怎么给你 不要给我鱼丸了 我基本上也不怎么在逼斗鱼波 大家不要在斗鱼这边刷太多点 好 看看这里水是波浪形态 过来找一下FY FY FY这里一飙直飙死 那我另外一侧老奶奶跑一下 三大兵的长矛飙过来 并没有飙到 没有飙到大招 在CD当中没有技能了 这种大招流 不利的是不是一定要带盾才能上高啊 呃 带盾或者是吃掉 就是AR这波的大招以后就可以上高了 或者BKB多也行 他们这个这种BKB多也行 看下楼的这个小鱼人 这波现在对方一直在针对啊 这个小鱼人现在没这儿刷钱也比较尴尬 这对阿托斯定住 然后呢 蝙蝠大招拉住 卫柄砸晕 小鱼人跳拉跳 这波直接带走对方的火猫 这样啊 再一次断掉火猫的节奏 小鱼人的经济已经追平了火猫了 阿托斯正上机后 使用开一个分身去一点 下一个装备做一仗 男人的经济之前6700多 超过了对方的火猫 那接着慢慢往上刷 这场比赛不着急 这场比赛队友这边有无视谋免控 边说其实有无视谋免控 潮汐有大 叶决手有大 中期不缺输出的 小鱼的发育空间和时间足够多 时间足够多 空间可能受限一点 因为这场比赛要刷钱的人比较多 所以他的空间可能差一点 但是队友能够争取到的这个 发育时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里炸回来 叶决手 直加托斯加大招 开始轰 独步的失望 然后这边小鱼人能不能刷一个属性 可以 然后这边又刷了一点永久敏 赚了一波 那打完这波以后 小鱼人的经济马上就要追上 对手三大兵的马尔斯了 然后火猫一个TC 混入 然后呢 FY直接开启一个火星电机 火猫这边脚线了以后呢 无影拳也没有伤害 所以 也没法继续继续追 月底的利亚德大师赛在哪个平台部 月底的利亚德大师赛应该是在B站 这个B站说是有版权可以拨 炸弹人的这个活性电机是 呃会 就是攻击的人会驱散 会受到于弱驱散 所以 就是这个玩意儿 他对于火猫来说 火猫还是挺讨厌的 他说今年TI的奖金 可能没有石油杯高了吧 我发现你的弹幕 你的弹幕90%都很消极 我觉得我建议你稍微积极一点 积极 看问题看好的一方面 很消极 说局势也很消极 说选手也很消极 说比赛的情况也很消极 多看积极的一方 打完肉山 打完肉山以后 水人现在是带盾 那么现在18分钟团队经济差 还是只有 还是只差300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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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只差3000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过去的这 在七八分钟的时间里边 两边的发育速度是一样的 老奶奶这边又是阿托斯 大招直接给出来 DJ山上没有推推 所以这拨呢 DJ选择直接开加血 给你拼了 编书骑士 拉住老奶奶胃柄 砸晕 对方的这拨技能给的不错 队友支援来不及了 炸弹人不在 未必只能选择BKB加TP 对方的这个送出 肯定是打不掉的眼角色 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一换一 还可以 还可以 这个结果的话 算是完全可以接受 编书骑士和对方的小路一换一 打完以后呢 潮汐这里被对方看到了 但是你们确定要来动这个潮汐吗 雪儿在往过赶 潮汐挡前走 马尔斯一个长矛 把潮汐给拉回来 潮汐这里被水儿给一个技能 马尔斯的大人给出来以后 潮汐这里给一个矛街 还是要被打死 马尔斯交了一个大 带走了一个潮汐 水儿继续保持自己的无解肥 小一人和炸弹人 两个人在下路已经把兵线 带到了敌方的下路二卡 那石油杯奖金会不会有Ti高 应该不至于 因为Ti的奖金 它主要看的其实是 本子做的质量好不好 这个东西要看你的本子做的怎么样 本子做的不好 那有可能会没有石油杯高 那个楼这边直接跳走 被对方的马尔斯端了一下 直接跳走 潮汐允星锤清明下兵线 给上一个毛鸡 可以了 这波兵线不用管了 今年不是没本子吗 嗯 今年的本子 今年如果没有本子的话呢 肯定是 没有 肯定就没有石油杯高了 他只是说不一样 不是没有本子 大家不要人云亦云 这个人云亦云很容易传的这个事就传成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Fi这个位置提前给自己的队友站岗 可以 这边小一人选择直接走传送门 对方的控制来得及吗 这边来不及 小一人直接走了 有这个大标 这个大标 我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个标了 这个标的高度已经飞走了 但是我能看到这个影子 大家看地面上 然后我用手给大家跟着这个影子 哦 可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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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标 它来了 这一标没多少血 因为小鹿的那个标是有极限伤害距离的 小鹿的这个标极限伤害距离 我记得是1500 还是3000来着 1750 1750极限伤害 极限的距离伤害 朝鲤一个毛鸡 再给一个巨浪 给对方直接包围 朝鲤这边可以拖很长时间 对方这两人杀这个 朝鲤杀的很慢 这边小鹿的在努力的给大标 就是标子 哈里斯这波虽然被急杀了 但是这段时间 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其实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拉开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经济曲线 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拉开 而且经验方面 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经验方面 两边现在基本上是平的 你会发现 他的经验方面 基本上是平的 所以 这种击杀 对于不利的来说 只能说就留胜于5吧 这块炸一下 水人想要去压炸一下 剩余的这一分钟的肉山盾的价值 AR这边过来给上压托斯 然后再扔一个雷 再炸泥一下 老奶这波感觉上的有点着急了 水人这里第一条命被打掉 看到朝鲤复活 TP下来能不能来得及 这个地方 这个刺爆 没炸到 有点可惜 这方的水人直接波浪形态开溜 FY的这个时间计算就差了一丁点 他这个地方必须得是非常极限的一个时间炸到才能够完成击杀 有点可惜 但是问题不大 因为潮汐复活过来以后 潮汐并没有交技能 而且水人没有了这个肉山盾以后 他们也不敢轻易再去挑起战端了 小鱼人的经济现在已经反超到了全场的第三位 刚才这个位置如果就是炸到这个不怪FY啊 不怪FY 因为FY想要去击杀到对手 必须在一个极其极限的情况下 就炸到这个水人 你稍微慢一点 对方的水人就不让行态溜了 所以这个地方他必须要卡一个很极限 很极限的这种 就是在能成功和不能成功 0.1秒左右的时间 这个东西太难以预判了 毕竟炸弹人的这个自爆 又有台上又有飞行的时间 很难的 好吗 很难的 那在AR的个人经济来看的话 敌人角手和小鱼人的差距并不是特别的 敌人角手和小鱼人的经济并不是特别的差 对方的水人现在1万6 这个1万6的水人目前暂时比不了 但是好在是其他人的差距并不是特别离谱 水人确实有点肥 824上出到了BKB 这个BKB出来还是有点危险的 看一下小鱼人的位置 小鱼人这里现在是A杖点金连击刀 824手里跳刀BKB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羊 潮汐呢 潮汐现在的装备是笛子允星锤 然后再做跳刀 跳刀已经出来了 跳刀完了以后也是开始要做羊刀 潮汐的经济稍微有点差 稍微有点差 好在他出了一个笛子 而且有一把跳刀之后至少有大招 可以提供一手稳定的控制 而且对方的水人 这水人应该是BKB出来了吧 不然水人BKB了 水人BKB加上马尔斯的BKB 虎猫是双高雷锤也在做BKB 他说一样这样拖下去怎么翻盘 团战会变成BKB和潮汐大的脚 在老奶奶二组级之前是潮汐大和BKB的脚 这波阿托斯定一下 卫柄就一手 然后再开大招 这个技能衔接的有点问题 看看另外一边吧 水人这边是变成了小鱼 过来跳直接秒掉F1 天命之以暂时没有死 小鱼开大潮汐直接给大秒掉对手的火猫 漂亮 秒掉火猫以后小鱼人再跳走 想留马尔斯没有成功 炸的人想掉了百活 马尔斯是一个长猫一个刀 流入小鱼 隐形锤直接砸一下 对方推推 拉断小鱼人的跳拉 水人再变成小鱼过来再接着追 小鱼人这边开大开始跑 那老奶奶这里秃秃一波 然后小鹿开始给输出 老奶奶开启了自己的BKB 对方的水人这里开着自己的BKB 但是身上中了一个魂之灵梦 赶紧跑 他不敢再打了 水人这波不敢再打了 潮汐还在往前跟 潮汐还想找机会 因为小鱼人撞得已经回上来了 这里减速隐形锤 阿多姿对方一个推推走一下 魏柄又是一个推推 我这个救人救的太漂亮了 小鱼人能不能再往前追一下 再给上一个鞭子 小鱼人跳 连击刀减速 打到了第一刀 但是不敢再继续跟了 已经进二塔 对方护甲有点高 这波再继续跟的话有危险 所以没有选择继续打 那还行 AR这波整体的损失 算是在 这个 接受范围以内 那个直播间防管 斗鱼这边有防管的帮忙 帮忙把那个剧透的封一下 帮忙把剧透的封一下 帮忙把剧透的封一下 把剧透的封一下 现在人都入十七比十一 那Bleed这边领先是四千加的一个困队经纪 水人 哦呦水人这个地方 被秒了 我气 水人波浪形态上 一瞬间这块有一个雷区标识 他点不掉这个雷 雷直接被他秒了 FY里边的炸击人立大功 小鱼人跟上来 流动对方的小鹿 炸击人一个自爆 小鹿被秒了 漂亮 第二步骑证 拉回来独播 独播这边想要去TP 结果被小鱼一个跳拉 再加上队友的输出 直接秒杀 瞬间零换三 瞬间零换三 这波回放可以 现在让他打到这边团了 这就是水人波浪形态上来了以后啊 这个地方这个雷 这块这个雷 他插了个雷区标识在这 雷区标识插上以后点不了 雷区标识现在的作用是 不能让对方去平A这个地雷 直接给秒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 AR直接过来去打肉杉 直接过来打肉杉 水人这一波血量不够啊 水人这波一千多血 被四颗雷直接秒了 下的人的二级雷的话 一颗雷的伤害满伤害有575 但是刚才那个应该不是满伤害 但是水人可能刚才的血量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 他可能刚才的血量更低一点 让人多数来到了17比14 AR直接是把团队的经纪拉平了 然后再过来打一个魔方 来到魔方 天命拿到了魔精以后 现在团队经纪已经实现了反超 我原以为这场比赛会变成BKB和潮汐大招之间的一个博弈较量 结果没想到变成了炸弹人的一只独秀 属实是没想到 好吧 属实是没想到 这边编书骑士过来炸一下 独步的尸王 独步的尸王 看一下老奶奶志愿过来 然后上边 小鱼被流浪 小鱼被流浪 我跳出去了 漂亮 这边小鱼人直接出去了 独步的一块藏在了自己的墓碑里边 但是被对方直接把墓碑秒掉 然后再被一个饼 再炸回来 完成击杀正面战场 这块潮汐现在手里面的大招 还在CD 刚刚用过了 用过了这个大招是 楼的小鱼人 对方的火锅膨胀上来以后 小鱼这个跳拉拉柱 给一个炸弹 但是对方的火锅肥走 小鱼人开大 我会撤一下 水人变成了潮汐 可是这边没有变小鱼啊 选择的变潮汐 变潮汐给毛鸡和A帐的巨浪 这个收益感觉好像一般般吧 王蓝的目前19级 山上做了一把杨刀 BK比阿托斯做了一把杨刀 嗯 没必让比赛这个杨刀出的 要点 点一万个赞好吧 这个杨刀出的要点一万个赞 那边蝙蝠骑士跳拉拉柱 能落地来得及杨吗 漂亮 这里魏饼砸晕 一枪送走 我刚夸完这个杨刀出的 点一万个赞 这个杨刀他就立功了呀 蝙蝠骑士正好拉到了 没必落地的一瞬间 然后直接一个杨刀 给到对方脸上 漂亮啊 这个杨刀出的太溜了 潮汐的杨刀也快了 潮汐的杨刀也快了 这个钱马上就够了 这两把杨刀 给到不利的压力就大了 因为杨刀这个玩意儿 会逼迫你必须提前 开BKB才敢上 而如果你提前开了BKB的话 那我潮汐的舞台 它就无限大了呀 这边楼知道追不上对方的水人 果然去找对手的一个马尔斯 这里跳进来 马尔斯的位置两连跳拉住 我马尔斯回头给上一个多 然后BKBTP 这边没有晕垂留不住 没有办法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团队经济直接是反超了9000家 那么人头数还落后一个 团队经济已经反超一万了 在小鱼身上是林肯 加上A杖 所以这就是我说 大家不用那么消极的看待问题 小鱼人这个英雄 前期面对马尔斯 吃亏对线打不过 这是个常态 知道吧 这是一个常态 但是小鱼人在过了对线期以后 因为马尔斯的游走和压制 也趋能力并不强 所以小鱼人是可以补起来的 只要你见过的场面足够多 就不要慌 不用那么 真的不用那么 那么那什么 大家稍等一下 我家里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大家稍等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啊 我跟我家里人送一下 稍等一下 好感谢一波观众大宝 我的头外 谢谢老板 感谢感谢感谢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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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板支持 这边AR把中路高地高破 拆完了以后呢 老奶奶已经是21级了 身上出到了水晶剑 天赋也加上了霹雳铁肘 集成攻击力 现在对于单体的目标 老奶奶已经开始有爆发能力了 这样的话其实会逼迫水人去考虑变老奶奶 来偷老奶奶的属性 要不然的话老奶奶的单体爆发会太高了 他可能会扛不住 小路选择出了一个A杖 然后再加上大推推 水人身上的下一个装备应该是冰眼 快出来了 火猫A杖加雷锤 加上相位鞋 一个励志双刀 马尔斯身上有BKB加跳刀 也在做羊 但是他的羊没出来 这边留住一个羊刀 接上秒掉水人 漂亮 狮王那边想利用自己的墓碑去 就没有来得及 自己进到墓碑以后 也是被老奶奶直接给打出来 那么瞬间完成一个0万2 而且中路的高地可以直接去拆了 上路的兵线和中路的兵线都过来了 他们是打算直接拆基地吗 别说骑士过来炸一下 对方的小路A杖往回跳了一手 潮汐的大招还在 两把羊刀都还在 你只要敢往前冲的带猫 小鱼这边直接就是一个跳拉 马尔斯开大 但是又被羊了 兵星锤在接上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对方马尔斯 马尔斯选到了马虎 可是没有大招的马尔斯 你又能做得了多少事情 小鱼人一个跳拉拉住 对方的小路 小路后跳走一波 老奶奶远程火力覆盖 这个小路再往回跳一下 老奶奶远程火力覆盖 最后一套轰到了对手 漂亮 感受一下东风的魅力 这边打完了以后 现在人都出来到了22比18 团队经济很超了1万7 这个潮西接着往前顶 拆掉对方的中路门牙塔 门牙塔两个全部打掉 小鱼人过来再一个跳拉 马尔斯一个长毛 盯住了小鱼 小鱼提前开大 对方并没有连控成功 杨刀杨了一件对手的火猫 小鱼又是一个跳拉拉住 对方的狮王 狮王插出来墓碑 自己藏进去 老奶奶这边点歪了 点到了对方的建筑物身上 马尔斯又是一个长毛 但是小鱼上了一点点的C 成功的驱散掉了自己身上的debuff 潮西一口水上来 水尸波浪形态 开着BQB 想强杀 被蝙蝠骑士直接秒拉 脑袋的一顿疯狂 输出瞬间秒掉对方的水尸 水尸没有买活 再留住对方的火猫小鱼 完成双杀GG 最后的这波团战 AR大出了无数个完美操作 拿下了对手 这一波对方应该心服 口服了好吧 好了 那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结束 AR也是踩着 最后的一刻迈进了淘汰赛的大门 作为一个刚刚重新组建出来的队伍 能够在中国赛区拿到major的名额 然后又在最后的生死线 在强敌环伺的B组 能够拿到一个淘汰赛的名额 可以说实属不易 也是感谢ARD日战队 能带来这么多精彩的比赛 我是三号大叔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明天4号没有比赛 休息一天 5号开始淘汰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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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